嗨大家好我是人尖猫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目前呢 在德国发展他音乐事业的 古乐演奏家马玉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玉 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跟他一起好好聊聊呢 在古乐各方面的 不管是他目前的发展啊 或者在学习阶段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甚至是大家很想了解的 包含我自己也很想了解的 古乐的一些知识 首先呢想要问问 为什么是古乐 就是你 你学习这个 我们现在现代长笛的这个系统很久 对不对 你是从什么时候对古乐感兴趣的 然后还可以让你这样子 在国外 投入这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 我是从在北域大念书之后 加入乐星知识管弦乐团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 乐星的古乐计划 然后 那个时候就有了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古乐的活动 有点像是计划吧 所以我们就那个时候就演奏了很多 古乐的音乐 但是那时候我们都是用现代乐器去演奏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开解了 我就发现 原来巴洛克音乐其实不只有Bach跟Teleman 还有其他更多的音乐家 甚至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音乐 就有粗略的接触到一些 然后我就觉得 哇那些音乐就是很不一样 就是 是以前比较少接触到 然后听到的时候觉得很纯净的感觉 所以后来我就很想要到欧洲去学习 对 然后呢 到了 记得是2014年的年初吧 然后我刚好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城市 叫卡斯卢尔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刚好有一个机会参加了一个古乐的音乐营 嗯 嗯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巴洛克古长笛 然后我马上当下就知道 哦 对 就是他的 就是这个声音 就是我想要学习这个乐器 嗯 然后想要更了解这个乐器 的演奏方式 嗯 跟如何吹出漂亮的声音 嗯 所以就开启了我学习古乐的路 当你做了这个决定 然后到真的到那边念书 嗯 你中间经历过什么样的过程 嗯 后来我就回台湾嘛 嗯 然后就是继续工作啊 然后到 之后我就想想 我到底要不要去欧洲 嗯 学习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台湾就是有一些 就是有 工作 教学生啊 演出啊之类的 然后 要放弃这些东西 然后 又再度成为一个学生 其实也是需要勇气 嗯 对 然后后来我还是 就想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要 就是去念书 嗯 你中间花了多久的时间 大概半年吧 哦 那其实蛮快的耶 对啊 这你说做完决定 然后到真的踏上那边的土地去念书半年 对 所以我后来就是真的就是OK 我就决定好 我要去念书 然后我就真的就是放下 台湾的所有一切 然后我就真的去 嗯 对 包含找学校 找学校这件事情是 你有问一些前辈吗 还是说 当时就是 大建勤老师在选老师 嗯 嗯 他就是有推荐我就是 可以去哪里 可以去哪里 就是有一些建议这样 然后 然后我就是 就是也觉得就是 后来我就选定了就是柏林的艺术大学 跟着我教授学习 嗯 嗯嗯嗯嗯 哇好 那很好奇就是你进去念的时候 因为毕竟我们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现代长底跟巴洛克长底 其实 蛮不一样的一个系统 对不对 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吗 我觉得一开始最困难的就是 你要从现代长底转到巴洛克长底 那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对就是无论是执法或是吹奏方式上 都是整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对 当时我记得我第一堂课的时候 就是跟老师上课的时候 我还是用现代长底去吹 一个Teleman的Fantasy 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乐器 然后老师就说 那没关系你就先用现代长底吹 然后就是第二堂课的时候 就老师就借了我他的乐器 就说好那你就用我的乐器 你就开始练咯 对 OK 对啊 那所以对你觉得 就是说你吹了给老师听之后 有什么东西是 比如说老师跟你讲说 诶你可以这样子 可是其实你当下转换不过来 你当时有遇过什么样的事情 有就是像是就是 执法上的不一样 然后还有就是我吹出来的声音 就是令我吹了一个Ray 可是就现代长底耳朵来听的话 可能这是一个声兜的音 就是音频上的不同 整个擦半音嘛 整个擦半音 然后我耳朵非常不习惯 对 所以就是光是执法跟声音上面来说就是 就是有调色一段时间 然后还有音乐的语法 对 音乐语法也是蛮不一样的 对 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 就是在学古乐的时候 你有遇到就是他一些声音音响上 语句上面的不同 那因为你也在德国学习八年了嘛 巴洛克长底这部分学习八年 这八年这样子统整下来之后 你有对于就是现代长底的一些处理上 或是认知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因为当然第一个就是巴洛克长底是木头的 嗯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案件 对 所以在执法上面来说 其实用的是很复杂的交叉执法 就是如果当你很多升降记号的时候啊 其实它不是那么容易被吹奏的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音量比较小 而且每一个孔的距离也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吹奏上面方式就是你要去 考虑到气的运气啊 然后还有音准啊 或是这些小小的这些细节 就是这个乐器它其实就是设计 在当时使用的乐器嘛 就是适合演奏当时的音乐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真的去吹到巴洛克长笛的时候呢 反而更贴近当时作曲家 对于这首曲子的想法 嗯 然后当我在 在吹现代长笛的时候呢 我可以更知道 哦为什么巴洛克长笛它需要这样子断句 或是它的涂音 或是它的涂音 或是什么是这样子 对 或是音色上的处理耶 对 会相对不一样对不对 对音色上的处理 那你就我觉得它会让你有更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想法 可能会开启你的另外一个想法说 哦 你可以在现在长笛上 你是可以这样子使用这个 articulation 嗯嗯嗯嗯 对 那我之前有听你分享说 你现在在 目前在 专研就是 文艺复兴时期的 场笛 嗯 对 就是我每次想到古乐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欸是只有巴洛克长笛吗 所以它其实是 它还有涵盖哪些方面啊 就是 嗯 我们现在为什么 就是古乐复兴 就是 就是说 古乐复兴运动 其实就是像是我们 就是把 以前的音乐拿出来演奏 然后 看的是 就是会 根据以前的文献 以及 这些 历史的 嗯 历史乐器 因为像我的乐器 其实就是 就是根据我老师的 它的 original的乐器 去 仿制的 是copy 欸你说的老师是 柏林的老师吗 对我柏林的老师 所以它就是去 根据那个 原本的 original的乐器 然后去 copy出来 那样子的乐器 所以我们 也就是说这个乐器 其实是在当时 就是真的是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就是 结构上也是 结构上它就会测量啊 然后就是会 仿制出 当时那样子的乐器 对不对 复制 所以不是只有 巴洛克的 嗯 就是 巴洛克音乐 或是 巴洛克时节音乐 或是文艺复兴 或是再更早期的 中世纪的音乐 这些都是古乐 哦 就是当讲到 譬如说 嗯 因为 就是如果说 它不是在 学院里面的话 那我们讲到 古乐的话 其实它是会涵盖到 更之前 对 对 那可是目前学院里面 它涵盖的范围 目前到哪里 嗯 像很多学校 像有一些学校 它也有 就是 专门是文艺复兴的 专门研究文艺复兴音乐的啊 或是专门研究 中世纪时间音乐 对 但大部分我们说 古乐系的时候呢 嗯 主要还是 就是专注在就是 嗯 巴洛克时期 哦 哦 或是就是 古典时期 就是不同的 历史长笔 有味道古典时期 就是会接过去 对 或是再晚 再后期一点的 就是 就是备母时期 之前的这样子的 历史的古乐器 对 因为毕竟在备母之前 长笔其实都还是木头的 对 就是它有不同 不同的 不同数量的按键 然后还有 就是 当然就是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 可以学习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的 就是用历史乐器去 演奏这些历史的音乐 哦 所以其实讲到古乐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时期啦 它其实比较在讲的是 我们要 就是你们会使用历史乐器 去重新的去 看我们 就是这些谱 然后去演奏 然后试着去揣摩 他们当时的一些语法 对 或是根据一些 就是以前的文献上面 然后他们写出来说 哦 这里可以怎么做 或是它建议的方式 或是它建议的演奏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是 会用那样子的方式 这样的历史演奏技法 去诠释这些音乐 那我上次有听到你讲 就是说 呃 现在 在国外的一些 古乐的一些学院里头呢 他们其实不 有一些还没有到文艺复兴跟中世纪 对 大部分还是比较在巴洛克世纪 或是它之后的 那有专门就是有讲到 中世纪啊 或是文艺复兴这样子的学校 有啊 像瑞士巴塞尔学校就有 它好像是全球唯一一所 目前吗 嗯 这个我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但是就是 像他们的学校就是有很 专门真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 嗯 谱啊 然后音乐或是其他 细项这样 然后甚至还有中世纪时期的 哦 就是你就会觉得就是 哦你现在你吹了巴洛克长笛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 哦那我 我吹在现代长笛之后呢 那我可以怎么样 运气啊 或是我的运气方式 并不是就只有抖音啊 对对对对对 其实你拿掉抖音之后 你因为 你的articulation上面 其实可以已经可以做很多抖音 对 其实你就可以去开 启发你说你另外一种 声音的呈现方式 嗯